我现在想要把这个卡片去完成 那我先把第一页删掉 我们来看我要把这个影像 这个影像假如说我们从黑白 想要变成彩色 这也是一种动 因为好像说我今天我想要去完成一个动画 动画的一个介绍 那我黑白变成彩色怎么变 首先你大概对于这个动态式的影像 稍微要了解 就是说黑白不动 彩色来动 所以我们先复制一张 然后直接在贴上 这样是不是就两张了 把下面这一张改成灰阶 快速点两下 这边是不是可以去做一个色彩的修正 直接把它变成 比如说这个灰阶 看得出来这是黑白 这是产色 好 这个时候再把这张照片搬回去 那这个彩色的上面 彩色的这一张照片 我要做成动画 好 做成什么动画呢 做成 这边有很多种动画可以做 我们可以做淡出淡淡的出现 本来是不是没有颜色 慢慢变到很多颜色 那这个淡出建议各位 把那个期间稍微调整长一点 好 比如说 我们最好是开这个地方 这个淡出呢 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动画窗格 叫出来 建议各位把它的一个效果选项调整一下 当然也可以在这边 好 例如说 我希望时间长一点 例如说5秒钟 10秒钟好了 10秒钟 好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本来底色是什么 本来底色是灰阶 然后我现在就直接播放这一张 底色是灰阶 接下来我点一下它 它就慢慢颜色跑出来了 我只点了一下 下面底图是不是灰阶 对不对 然后上面是不是有一张彩色的图 彩色图我会希望它淡淡的出现 相同的这个动作再做一次好了 就是这边复制贴上 把下面这一张图改成灰阶 好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张图快速点两下 色彩改成灰阶 然后接下来把彩色图翻回去 它翻到一模一样的位置 不然它会有那种叠影的感觉 那接下来把这张上面的这张图片 做动画 动画 用弹出 把这个时间改成 例如说10秒 好了 那我有第一张跟第二张都做好了 这个效果 你会不会希望把它变成一个自动播放 整个投影片都自动播放 所以要去哪里设这件事 切换 切换 切换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选择什么 按滑鼠换页还是什么 我们不要按滑鼠换页 我们是每隔10秒钟 因为刚刚这动画是10秒 所以10秒之后 我们就换到下一张 所以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全部套用 好 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现在来再去做一个播放 我们稍微等一下 等10秒钟 你看它从黑白变成 它从灰阶变到 彩色 你看第一张是不是切换到第二张 然后又从灰阶变到 彩色 好 谢谢观看